翻外三 相亲路上 白墨看着坐在自己对面的女子 绿色的头发有着美好的卷曲糊涂 窗外的阳光透过了玻璃打了进来 照在了她的发丝上 形成了一圈好看的光晕 她的皮肤并不是白皙的 带着一点微微的老象牙的黄色 可是和着那绿色的头发却十分的合适 静态的眉眼看起来并不出色 不过动态却十分的妩媚 身材修长 四肢柔软 虽然不是什么大美女 但是却很是赏心悦目 这是多少个相亲对象了 白墨自己都记不清楚 她有的时候真的有点自卑 难道她看起来真的像是如此 找不到老婆的人吗 这怎么可能呢 要知道连叶茨那种臭丫头 都能嫁得风风光光 她要找个老婆 其实也不算难吧 有时候事实就是让人悲伤 她觉得自己在游戏里也是一把好手 就算不像是流年那么风骚 至少也是那么大个工会的会长 没有理由连流年那种家伙都能找到老婆 她不能吧 退一万步说 就连弹破浪那个小屁行都有女朋友了 怎么她还是铁树不开花呢 而现实里她也不差好不好 国内那么有名学校的硕士毕业 家里条件也算不错 她自认为自己的长相也还过得去 可是为什么就一直没有女人看上她呢 偶尔有那么一两个异性和她联系 无不是将她当成了知心大姐 难道她就长了一张妇女之友的面孔 这太诡异了 不仅如此 就连到了相亲 她的要求也只是两条 女的 活的 这么简单的要求 为什么都能屡屡失败 她真的觉得 他们白家要绝后了 神游泪一会儿 白墨又把全部的精神 放在了面前的这个女子身上 她都不记得 这是自己相过的第几个对象了 原来她还好生地数着 可是数着数着总是数不到头 索性也就不记了 相亲相得多了 白墨也不知道怎么了 竟然也觉得对面的人无论是谁 其实都长得差不多了 白先生 对面的女子小小地擒了一口蓝衫 然后将那白色骨瓷杯子又放回了咖啡杯 向着白墨挑了挑眉梢 唇角翘起了一抹浅浅的笑容 罗小姐 不知道还有什么想知道的 白墨听到对方叫自己的名字 连忙又端正了精神 望着那女子温柔可亲 你是家中独子 是 你父亲的位置不低 你母亲又是书香门第 你自己的产业也很大 是 只要我肯嫁给你 你可以将所有的东西都给我 是 结婚以后 所有的家务都是你做 是 一辈子都不会背叛我 若是背叛我 你自己就净身出户 是 那罗小姐 噼里啪啦的一串问题问下来 白墨一直很认真地回答 一边回答 一边笃定地看着罗小姐 一脸的慎重 看得出来她是真心实意 可是 罗小姐脸上的表情 却显得有些诡异 她小心翼翼地左右看看 确定没有人注意这边之后 才往前亲了亲身子 凑近了白墨一点 用只有两个人听得到的声音问道 你的条件这么好 还需要相亲来找女人吗 是啊 白墨点点头 表示罗小姐说得很对 那你对女人的要求是什么呢 白墨想了想 又看了看面前的这个女人 摇了摇头 不想罗小姐微微一愣 随后皱起了眉毛 你是说没有 白墨想了想 觉得自己这么说 好像不大对 于是又点点头说 是有两个要求 罗小姐皱起的眉毛 随后便放了下去 她又靠回了沙发靠背 用一种风轻云淡的声音道 那你有什么要求 一 女的 二 活的 白墨认真的看着罗小姐 极为认真的回答 可是 对面的罗小姐愣在了那里 随后一张脸 仗得通红 蹬得就站了起来 一双眼睛瞪得老大 望着白墨 就好像是在看一个杀妇仇人 白墨有些愕然 这人怎么好好的 突然就生气了 还不等她发问 就听到那罗小姐 极为隐忍的声音 响了起来 白先生 就算我今年已经二十九了 就算我不再是最好的年纪 你用不着这么羞辱我 白墨 眨了眨眼睛 又眨了眨眼睛 声音有点僵 连忙说道 罗小姐 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 误会 罗小姐本来还隐忍的声音 在听到这里的时候 终于再也忍不住地提高了 她尖锐地说道 好一个误会 白先生 虽然我是圣女 但是圣女也有圣女的尊严 我没有 白墨的话还没有说完 又被罗小姐尖锐地打断了 你说说你 二十八岁的年纪 模样又好 家世又好 身材也好 事业也好 性格也好 还会做家务 还能把钱全部给老婆 你说你这样的人需要相亲吗 需要吗 就算这样的人需要相亲 那要求会低吗 你居然只要求女的 活的 你当我是猪吗 你当我是傻子吗 罗小姐的声音越说越大 这咖啡馆本来极有情调 现在又是下午 人本就不算多 可是罗小姐的声音响起来 竟然引得所有人都侧目了 罗小姐 你误会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 白墨赶快解释 我怀疑你根本就是骗婚 罗小姐的眼睛像是两把寒光闪闪的剑 几乎要把白墨戳成个马蜂窝了 对 她这话一出口 自己越想越对 气得胸口上下起伏 你根本就是骗婚 百分之百是 你根本就是个gay 如果你是个gay 你就大大方方出柜 没有人会瞧不起你 你居然还想骗婚 你个死不要脸的 你还是不是人呢 你的存在 简直就是侮辱gay的群体 不 你的存在 简直是在侮辱人类 罗小姐说到这里 一把抓起了沙发上的包 从里面甩出了几张钱 丢在桌子上 怒气冲冲地朝着咖啡馆门口冲去 白墨连忙跳了起来 想要追出去解释 可是罗小姐猛地转回头来 恶狠狠地看着白墨道 我真是后悔 我今天居然会来 还会抱着希望 你根本就是个人间垃圾 说吧 再不说一个字就冲了出去 几下就看不到人影了 唉 白墨半天都没有说出一个字来 白白地哀了几声 最后眼巴巴地看着那人 风一样地走了 她悟似盯着门口上被撞得 叮叮当当的风铃一阵子 又转身跌进了沙发里 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今天这个脾气不好啊 一个脆声声的声音 在白墨的身边响了起来 她略微转过头看去 只见一个穿着红色长围裙的女子 站在边上 她弯向了腰 将一杯拿铁放在了她的面前 笑意盈盈地歪着头看着她 这可是我亲手拉的花 这可真是难得啊 小花 白墨望着这个女子苦笑了一下 端起了那杯拿铁 喝了一口 只觉得满口生香 花树 白墨的高中同学 也是这家咖啡馆的老板娘 煮得一手的好咖啡 不过 现在咖啡馆的生意好 她已经很少 亲手煮咖啡了 这是你香的 第几个对象了 花树也不离开 只是坐在了刚才 罗小姐的位置上 笑眯眯地望着白墨 不知道 我已经记不清楚了 白墨靠在沙发上 用手指按住了眉间 一脸的无奈 我倒是记得 今天这个 是在我这咖啡馆里 香的 第一百个了 花树 依旧笑眯眯的 她手里 拿着端咖啡的盘子 胳膊顶在膝盖上 托着下巴 望着白墨 哦 居然有那么多个了 白墨叹了一口气 唉 我这几年 好像没做别的事 空闲的时间 都在相亲了 你就那么想结婚吗 花树很奇怪 有点吧 花树望着白墨那 迷迷茫茫的面孔 笑得眼角都成了月牙 过来好一会儿 才又问道 喂 白墨 你说的那个 相亲对象的要求 只要女的 活的 是不是真的 是啊 白墨坐直了几倍 望着花树古像 可是 这么低的要求 都找不到对象呢 难道还要降低 可是 我觉得 已经没有 降低的空间了 花树 哈哈地笑了起来 要不这样吧 我给你介绍一个 保证你成 你就说的 那么肯定 你又不是别人 你知道 白墨现在 心情有点跌落 连带着声音 都有点闷闷的 我说成 就一定能成 花树笑嘻嘻地点头 反正 你也像了那么多个 再像一次 怕什么呀 白墨想了一会儿 确实是这么一回事 于是 点点头的 好吧 你安排吧 安排好了 给我打电话 不用打电话了 我已经安排好了 啊 在哪 白墨一愣 然后四处看看 却没有发现 花树的眉眼 弯得越发好看了 不就在你面前吗 啊 白墨终于将目光 落在了花树身上 他眨了眨眼睛 最终惊叫起来 你 怎么 我不可以 那 那 白墨半天都说不出话来 怎么是你 怎么不能是我 花树挑了挑眉吗 按照你的要求 我难道不是你的吗 是 白墨点点头 难道 我不是活的吗 是 这不就成了 那么 我达到你的要求了 而且 我觉得你也不错 所以 这次相亲 成功了 花树点点头 做出了最后的结论 可是 可是 白墨忽然着急急来 他也不知道 他也不知道着急什么 就这么着急 半天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只看见花树 已经站了起来 他连忙一把 抓住了他的手腕子 小花 你 你听我说 你想反悔 花树猛地回头 瞪着白墨 眼角 含着煞气 看到白墨 下意识缩了一下 直接摇头 不是 花树 只是看着白墨微笑 忽然 转身低下头来 在白墨的唇角上 印上了一个吻 趁着他 呆愣的时候到 傻子 说吧 再也不看白墨 转头 就回柜台去了 只剩下白墨 独自坐在那里 好一会儿才跳了起来 风一阵地冲向了柜台 瞪到了眼睛 望着花树 小花 你是认真的吗 花树 只是望着那张 如玉般的面容 笑意盈盈 白墨 你不知道 我那次同学会见你 心里有多欢喜 你也不知道 我听说 你要去相亲的时候 心里有多难受 我告诉自己 我不能再等下去了 我不要再悄悄地爱了 所以 我求你相亲的时候 一定要来我这里 照顾生意 没想到 你真的来了 我看着你 心里就喜欢的 可是 看着和你相亲的对象 心里 又是难受的 于是我跟上天祈祷 让你相亲不成 果然不成 一次不成 两次不成 次次都不成 我真是个坏心人 我又祈祷 如果这是老天 给我的机会 那么就让你 相亲一百次都不成 我知道 这是一个不容易达到的目标 可是 却真的达成了 老天 果然很喜欢我的 所以 白墨 这次 换我来主动 啊 到今天为止 略者天下 正式完结 包括番外 都完结了 好像是放下了一个 长久的心事一般 我爱这本书 也爱每一个 喜欢听这本书的朋友 谢谢你们 是你们 一直支持着我 好了 我们下本书再见吧 好 好